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了生活娱乐领域超大规模的知识图谱 为用户和商家建立起全方位的链接 我们美团希望能够通过对应用场景下的用户偏好和商家定位进行更为深度的理解 进而为大众提供更好的智能化服务 帮大家吃得更好 生活更好 近日 美团AI平台部NLP中心负责人 大众点评搜索智能中心负责人王仲远博士 受邀在AI科技大本营做了一期线上分享 为大家讲解了美团大脑的设计思路 构建过程 目前面临的挑战 以及在美团点评中的具体应用与实践 其内容整理如下 知识图谱的重要性 作为全球领先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 美团点评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在积极地进行布局 今年二月份 AI平台部NLP中心正式成立 我们的愿景是用人工智能帮大家吃得更好 生活更好 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而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中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 其核心是让机器能像人类一样理解和使用语言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当用户发表一条评价的时候 能够让机器阅读这条评价 充分理解用户的喜怒哀乐 当用户进入大众点评的一个商家页面时 面对成千上万条用户评论 我们希望机器能够代替用户快速地阅读这些评论 总结商家的情况 供用户进行参考 未来 当用户有任何餐饮 娱乐方面的决策需求的时候 美团点评能够提供人工智能助理服务 帮助用户快速地进行决策 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人工智能背后两大技术驱动力 深度学习和知识图谱 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技术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 我们将深度学习归纳为隐性的模型 它通常是面向某一个具体任务 比如说下围棋 识别猫 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等等 通常而言 在很多任务上 它能够取得非常优秀的结果 同时它也有非常多的局限性 比如说它需要海量的训练数据 以及非常强大的计算能力 同时它也有非常多的局限性 比如说难以进行任务上的迁移 而且可解释性比较差 另一方面 知识图谱是人工智能的另外一大技术驱动力 它能够广泛的适用于不同的任务 相比深度学习 知识图谱中的知识可以沉淀 可解释性非常强 类似于人类的思考 我们可以通过上面的例子 来观察深度学习技术和人类是如何识别猫的 以及它们的过程有哪些区别 2012年 Google X 实验室宣布使用深度学习技术 让机器成功识别了图片中的猫 它们使用了一千台服务器 一万六千个处理器 连接成一个十亿节点的人工智能大脑 这个系统阅读了一千万张从YouTube上抽取的图片 最终成功识别出这个图片中有没有猫 我们再来看看人类是如何做的 对于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我们只需要给他看几张猫的图片 他就能够很快识别出不同图片中的猫 而这背后其实就是大脑对于这些知识的推理 这里的知识语言是什么 对于人类来讲 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学校教育 报纸上 电视上看到的信息 通过社交媒体 通过与其他人交流 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 近年来 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都纷纷构建自家的知识图谱 有面向全领域的知识图谱 也有面向垂直领域的知识图谱 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 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 各大科技公司更是纷纷提出 知识图谱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 全球的互联网公司都在积极布局知识图谱 早在2010年 微软就开始构建知识图谱 包括Citri和Probase 2012年 Google正式发布了Google Knowledge Graph 现在规模已经达到700亿左右 目前微软和Google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通用知识图谱 Facebook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知识图谱 而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则分别构建了商品知识图谱 哦 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的 有下 люб的社交知 你会吗